这位大爷告诉我90了 在这边喝啥喝多久了 40年 这一壶茶多少钱 一块钱啊 早上几点来的 5点就来了 带着干粮 喝12个小时啊在这边 啊厉害厉害厉害 安徽淮北 古城向城 4000多年前由巷图所建 这里是淮北隋西县 灵幻古镇 这个街上有很多百年老茶馆 大家看一下喝茶的人很多 每次你两次一六都有表演 哦 十年开机 唱到下午点 这是百年老茶馆吗 百年老茶馆 我是第五代传承人 第五代传承人啊 这灵幻古镇上面有这个喝茶的文化 有 我看好多家啊 十二家现在哦 这边喝茶是多少钱一杯啊 大众老年人照顾他们的就是五毛钱一块钱 五毛钱啊 五毛一块 还限时间啊 不限 能喝一天 能喝一天 是什么茶业啊 棒棒茶你来看 哦叫棒棒茶啊 哦就是这种茶 这大概是 什么茶 他们一块钱 量到这个就要抓一拔就要放在屋里 哦 这样水 那这样水就足了 然后榨开水啊 对 哦这个就叫棒棒茶 对 看看的水 100度的水 100度的水啊 他这个大概是什么茶业啊 就是奇眉红茶棒 奇眉红茶 啊然后里面那个棒子 所以叫棒棒茶 传五代了100多年前喝的就是这种茶吗 一直没变过 没变过 哇厉害厉害 这边都是 泡过的茶叶末 这茶叶末啊 晒干以后再转枕头 你看里面看 哦这个还能装枕头用啊 哇里面人也挺多的 你看里面好多 就是喝完了茶叶梗晒干了 对 做这个枕头 做枕头 小棉花布 棉布小棉布 这个是五十块钱 到费费费 就自然 肩头有的肩 不少头 嗯 一样是紫的 茶叶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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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50一个 见费未薄 然后两个 这边好多老照片都是你们茶楼里面照的吗 对 就是我们茶客照的 这是哪年照的 这得有 40年前吧 哦 40年前啊 好多都是黑白的 哎呀 大家看一下 以前这个是更有感觉啊 这个有历史年头了 老茶馆 我讲解不了 他两毛钱 现在涨到一块钱 你刚接手的时候是两毛钱 哪一年啊 你算吗 我干二十六年了 我看几个大爷坐这边喝就是五毛一块 五毛一块 涨到五毛涨到一块 涨半年 哈哈哈哈 然后游客好像在这个里面多一点啊 在这个里面多一点 都是镇上的人来喝吗 镇上的 十零八价的 哦 现在游客呢参加各地的 摄影弟弟嘛 那个摄影弟弟嘛 配照呢 那他都可以到我们茶楼里 这边挺好的 不喝酒喝茶啊 健康 大爷 请问一下你们在这边喝茶喝多少年了 喝十五年了 您今年高速啊 八十 八十啊 这位大爷高速啊 九十多了 九十多了 九十了 在这边喝茶喝多久了 四十年 你们都是灵患人吗 都没有当地的 他们是百年老茶楼吗 对对对对 像你们喝这一壶茶多少钱啊 我们喝酒的他只要一块钱 就一块钱啊 对对 他说之前是五毛是吧 对对 像你们的喝茶 最早在那三十日式 哦 他说照顾当地的老年人 不下雨不一年 嗯 我们天天来天天来啊 风景地景走来 也是一天下雨就不下来了 我看这边都是出这个 这叫汗烟是吧 这叫汗烟的 汗烟的 哎 这个 铜的 是铜的吧 哦 我家我家南京的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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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骨子 这里烧的霉是吧 烧的霉快 哦霉快 早上几点开门啊 早上起来五点 五点 开到几点啊 开到 六点多七点 七点 晚上六点多 七点 有没有人在这边喝一天的 喝一天 有了 有 你看 他们这个 整个喝了五点多 就来着 来着一个喝酒 哦还自己带着干粮是吧 哦 每天都这样 每个都是 每天都这样 就一半年 一直喝到黑 还真的有人点了面条在这边吃 真的是有人在这边喝一天啊 喝一天 然后 饿了再点东西吃 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淮北随西 零焕古城的茶文化 棒棒茶 这就是红茶的梗子 后面那个大姐一直在唱 我听不太懂 但是我估计 是不是类似于怀聚之类的 听得有点像那个荷兰帮子 我看几个喝茶的大爷都是九十多八十的 说明这喝茶很健康啊 千秋大叶 一壶茶 万丈红尘 三杯酒 如果给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茶不选酒 咸咸咸咸咸咸咸咔叭酒 前面的花待花光了 你的花